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还会在30%左右 所以一季度中国经济不仅自身取得了重要成果 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一季度的GDP比去年同期增长5.3% 好于利己 令人奏赠 对完成今年的总体的任务 打下了建设的基础 一季度 从数字目前来看 我觉得突出了三大亮节 第一个亮节就是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受到的效果 传统产业在升级 新兴产业在不断专大 未来产业培育也在加强 第二个亮节 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已经开始受到比喻的效果 主要表现在各地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促进了我们的规则 规制管理和标准这个改革 三大亮点我认为就是中国事实很高水平的最爱开放 对于整个的云上环境 特别是吸引外资 加强进出口贸易 中间的贸易都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所以一季度双双度成为更正常 尤其是进口 能够超过出口增长速度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进出口同比增长5% 进出口能有这样一个成就 有两条很重要 第一就是展开和开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我们进出口是5.5% 就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我们政府高于全部进出口的征服 我们现在全国一共有22个自贸区 这22个自贸区进出口增长都非常高 所以呢 就是看出这也是我们深入化改革 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 第二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健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全世界经过三年疫情之后啊 现在按照联合国划分的标准 工业分41个大类 207个中类 666个小类 现在全世界这个工业大中小门类集权的 只有一个国家了 就是我们中国 所以我们产业链供应链健全 没有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强大的生产能力 你要什么 我都能在最短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 我给你提供 还有一条呢 我觉得我们从中央到地方 会我们这个出口企业呀 都这个创造了实实在在的 诸多的帮助给他们创造发展的这样一个良好的条件 我想主要是三大因素 第一 首先是我国 第一 稳外贸 整体的政策 低价效应已经形成 第二个原因 今年整体的外贸啊 应该外部形式啊 有所改观 第三个非常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以双形环为主的外贸体制的改革 内外贸一体化 加在中间上面的一组 这些都是表明了中国的外贸的机构 它越来越使用国际整个形势的变化 和应对国外的一些风险 中国的新三样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把握了绿色革命新能源革命和数字技术革命 涌现出来的一些新产业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 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还是中国呢在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出现的一个亮点 西方它讲中国的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 也就是想把全球的经济失衡和再平衡的责任甩给中国 一些国家炒作中国产能过程 实际上是主要达到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甩工 把当前整个西方在这一方面 落后于中国 全是对全球的经济形势的误判 这个工甩在中国上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要阻止中国的发展 不然水货不行 还要落至它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实动保持经济 不要做好物业策谋 整个经济发展就是由过剩到均衡 再过剩再均衡 这样一个不断的波动式的发展的 所以不能够简单的说产能过剩 至于现在他们有的国家指着我们产能过剩的一些产品 比如我们这个电动机车 其实我们之所以能有这么强的竞争力 是因为我们劳动生产率高 中国是在电动车上是迈了大大的步伐 所以我们现在的电动车生产 无论从生产成本 技术含量 科技创新 品牌塑造 我们都远远地把西方有些国家甩到后面去了 由于我们产业链 供应链健全 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生产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做得到成本低 效率高 品质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不是靠倾销占领市场 我们是靠产品本身 它内在的质量 它的创新 它的科技含量 靠它的成本 PMI是一个先行的指标 先行指标进入的扩张区间 也就是象征着今年的宏观经济 和各个方面都是将会是持续向好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还是两会 可以看到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和各个方面的政策 实际上是有启发力的 2024到2027年的四年 我相信中国会推动一个 四年期的结构性调整 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今年的中国经济 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的标志 中国政府一直提倡 要加大 实体经济的支持率 制造业这块 已经取得了明显的 初步的效果 就是这个信号 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制造业的信心 也是全球看到了 中国持终抓实体经济 杂志造业 将会引来更多的国际货帐 更多的外商投资 我个人认为今年三家马车里面 消费将会引起更大的 胜利金融和主力金融作用 主要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 今年整体的这个消费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服务型的消费已经开始增长 这个里面包括我们初行消费 今年一季度就同比增长百分之五 其中 信息软件的服务 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七 租赁三页的服务 增长百分之十点八 参处邮政是七点三 信贷餐饮也是七点三 批发零售是6%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整体的这个消费 已经呈现出一种快速的发展的结构 那么信息软 住民商务 参处邮政 住户餐饮 批发零售都在 第二个从区域来看 我们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城镇消费 已经达到了10.42万亿 增加4.6 乡村消费 已经达到了1.6万亿 增加5.2 也就说明城镇消费和乡村消费 已经同时发力 我们以前过去的 所试试的乡村消费的一些网络 环境取得了效果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第三条消费品 您说总而有很多增长 是牵扯到老百姓的 整体的消费来看 现在越是关系到老百姓的 越是我们做得比较好的 比如说现在各地所采取的夜市 大力发展夜市 隐私一条街 民宿一条街 大力发展 我们文体健康旅游 包括我们的压老看护等等 所有这些都在加大我们的消费的转型 我们的消费不仅是量增 而且新的轨道新的模式 新的赛道已经开始出现了 设备的大规模的 对我们的短期的扩大内需 中期的结构性调整 和长期的经济高产发展 我个人认为意义重大 那么从短期来讲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每年会创造 这个5万亿的一个巨大的市场 那么耐用消费品的更新 升级换代 它也是能够带来 1万亿的消费的增长 从这个角度 短期能够达到 扩大内需的作用 那么中期 它是一场结构性调整 拿发电的能力来看 我们相当一部分的地区 和部门的现有的发电设备 能效是比较低的 中心改造 它将会使中国的 就是双碳的控制 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 对中国的这个资源配置的效率 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所以说这些政策的长期 4年的时间 解决中国经济转严高指标 发展一些主要障碍和问题 我觉得它的作用 也是非常感觉 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同时也包括 一些个消费品的 这个以修换新 我觉得这个战略部署 至关重要 投资它只好分三大块 一块是基础设置投资 一块是工业 特别是制造业投资 一块就是房地产 现在的话 我觉得非常有潜力的 就是工业投资 工业投资主要是 设备更新技术改造 我们现在每年 平均下来一年 就是市区投资 技术改造这一块 当然是超过5万亿 我们从现在开始 近年开始 到2027年 未来这四年 我们把整个设备更新 设备投资 要提升25%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投资空间 就一方面通过 我们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来拉动我们的工业 拉动整个经济 同时呢 又可以通过设备更新 技术改造 使我们整个国家的 这个装备水平 公寓水平 上一个更高的平台 就为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 建设我们这个现代化强国 建设一个根本基础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品更新问题了 军民消费啊 消费这一大部分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家电 是吧 家具 是吧 等等这些东西 是吧 这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消费内容 所以这一块是有潜力啊 是吧 我们要挖掘它 是吧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品呢 能够以旧换新呢 等等这些菜 这些政策措施啊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政策措施 它对扩大消费呢 会有这个很好的这样效果和作用